好 我们下面来看第十四课的第二段 第二段说 600年前约翰·赫虎的爵士就带着一对士兵到了意大利 并且在弗罗伦萨附近这定居下来 这个600年前就600年前这个简单 他来到了意大利怎么来的 还带着一队士兵跟着士兵一块来的 with a band of soldiers 大家还记得在第八课讲过这个band 可以表示一群人 咱们指那个什么滑雪的一群人 party band group等等 这是一群士兵 并且settle在这里是定居 定居在这个地方 本来他可以表示殖民 殖民也是长期住在这个地方 这是定居在弗罗伦萨附近 这个我们把这句话看能不能复述一遍造个句子 我们先说中文 600年前约翰·霍虎德 来到了意大利 怎么来的 带着一队士兵来到意大利 并且在弗罗伦萨附近 驻扎下来 定居下来 可以怎么说呢 600 years ago Sir John Quirkwood arrived in Italy with a band of soldiers and settled near Florence 在弗罗伦萨附近 这个定居下来 咱们看能不能类似造个句子 我说早在1984年的时候 我就随父母亲到了北京 并且在天坛附近定居了下来 定居一样可以用settle这个词 早在什么什么时候 是不是可以用as long ago as 这个结构 咱们见过 那么我随父母亲到了北京 可以说我到了北京 跟谁呢 with my parents 跟我父母亲一块来的 在天坛叫the temple of heaven 祭天的这个庙 天坛附近定居叫settle 我们看能不能复述下这句话 早在1984年 As long ago as 1984 I arrived in Beijing with my parents and settled near the temple of heaven 这个句子跟本文中 句子结构是类似的 而且我们见过的结构 照着写的话肯定错误了 包括前面那个早在 as long ago as 也是见过的搭配 特别扎实 特别踏实 心里特别放心 见过再写 听过再说 没错 好 那么我们最后再看看这个settle settle在这个地方表示定居 在这个地方定居 或者表示殖民 在某个地方殖民都行 但是如果强调不再漂泊定居下来 过安稳的日子 还有一个结构跟它类似 叫做settle down 表示不再漂泊 从此以后过安稳的日子 而且尤其暗示娶妻生子 结婚生子了 以后定居下来 安顿下来了 我们用这个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settle down settle down 表示定居下来 而且从此不再流浪 不再漂泊 不再打油飞了 结婚生子 我们看例子 They'd like to see the daughter settle down get married and have kids 他们想看到他们的女儿 定居下来 结婚 然后生一堆孩子 那么以后 settle down表示 不再漂泊流浪 结婚生子 用它用的好 闺女老大不小的 60多了 再不结婚的话 生不了了就 settle down 叫定居安顿下来 不再漂泊流浪 以后成家立业 这么一个意思 你看我们在 这个第36颗里面 也出现了类似搭配 咱们看一看 在166页的第22到23行 166页的22到23行 这句话 Assuming that his family had been killed during an air raid Han settled down in a village 50 miles away where he had remained ever since Assuming 是以为了 以为他的家人 在一次空袭 空袭中 都已经被杀死了 都死掉了 汉斯在距离这里 50英里之外的一个村庄 在这定居下来了 Settle down 暗示结婚生死了 生一堆孩子 长期住在那了 并且一直到了今天 一直从那开始 一直就没有离开 Ever since 咱们第二个讲过 从那以后 一直如何 这是settle down Dansin 还有更多含义 有的是我们在上课时 也会说settle down Now now settle down settle down It's time to begin a class 大家安静下来安静下来 别说话了上课了都 这个安静下来 也可以用它 settle down 安顿定居下来 也可以用它 因为他说down 向下嘛 安定下来 安静下来 settle down settle down 这个意思也行 多意思 好 后面就说 He soon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and came to me known to the Italians as Gervaniacuto 他很快就出名了 别像漫漫的意大利人 都把它叫做 Gervaniacuto 这个人出名的特别快 但是这个出名了 he soon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这个不能翻译成 他很快给自己做了一个名字 起了一个名字 习语记住 不能拆开翻译 要翻译成成名 出名了 这个搭配叫 make a name for oneself 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名声 这个不是名字 是一个名声 就是成名了 出名了 make a name for oneself 一个字都不能变 把它固定搭配记住就行了 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葛优 first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in the movie 玩主 葛优当年是在玩主这部电影中成名出名的 make a name for oneself 当时葛优头还没凸呢 在很多年前 make a name for oneself 可以这么来说 成名出名 这是重要表达之一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记单词 不是记搭配 记搭配不是记个习语 习语就好比中文成语一样 老外用中国话写文章 能用这几个地道成语 咱们立刻觉得老外不一般 咱们同样的写作中用几个习语 那么外国乐界老师觉得 这个中国人很不一般 地道 用的地道 但是成名 还有一个固定搭配 叫迅速成名 这个结构也非常漂亮 我们把后面这个介词 特别的重点记 叫become famous overnight 这个overnight这个词呢 我们在第30个幽灵之死 未来会碰到 它本来可以表示在夜里 在夜间 派生意表示迅速的快速的 在这当然是快速的 它不可能真是在大半夜出的名了 当然也背不住 在夜间指极延速度之快 叫一夜成名了 中文中也说一夜成名 它也未必是半夜成的名 叫become famous 来读一下文字副词 overnight 注意V还是上牙出下唇 在那边 overnight 叫一夜成名了迅速成名了 你比如说 with the success of their first record they became famous overnight 随着他们第一张唱片的成功 他们一夜成名了 这个乐队组合呀 什么歌手啊 演员呢 出名的特别快 你看迅速窜红了 一夜成名了 这个答费顺便也可以把它记住 作为固定路法把它记住 但是还有 我们说某人成名出名了 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 在21课会碰到的 就是rise to fame 好像是上升到了这个名气里面去了 这个fame一定是好的名声 可以这么说 rise to fame 没办法记住就好了 这也是成名出名 类似 你不信看咱课文中 在第21课 106页的第11号 106页的第11号 多看心肝点的例子比踏实 比字典例子更踏实 错不了 Mendoza rose to fame swiftly after a boxing match when he was only 14 years old Mendoza在一次拳击赛之后 就迅速出名了 这个迅速后面加成副词 swiftly swiftly 非常快速的 very quickly 迅速成名了 成名的是rise to fame 这一般过的事呢 就是rose to fame就好了 而那次比赛呢 他时候 他十年只有14岁 14岁就成名了 rise to fame 成名 这个结构 也是固定用法 咱们可以记住 但是如果我们要表示 事情出名了 这些呢 一般多指人嘛 人出名了 乐队组合出名了 如果有个事儿 满城风雨 近人皆知 这个时候呢 咱们用这个结构 更贴切一些 叫make headlines 或hit the headlines 成了大字新闻了 这个headline可以表示 报纸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 变成了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了 就表示 这个事情满城风雨 近人皆知了 这个第一个用make的时候呢 有没有定乎词的都行 咱们画一括号 我们分别读一下 make headlines make the headlines 加不加定乎词的都行 但后面那个一定加的 没办法这背下来就行了 大字那边 hit the headlines hit the headlines 第一个是变成了大字标题 在这呢 是到了大字标题那去了 the hit 就碰撞 撞击到那了 到了那去了 成为大字标题了 咱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当年这个911事件 是个重大事件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 made headlines around the world 9-1-1恐怖袭击 迅速成了世界的头条新闻 满城风雨大家都知道了 或者用 The 9-1 terror attack hit the headlines around the world 就好了 这是表示成名出名 几个五星级的重要搭配 咱们以后在表达时 就更加丰富多彩 而不会拘泥于一两个单格的词汇 好 那么后面说 这个 他很快就成名了 并且怎么样 came to be known to the challenge come to do 可以表示 慢慢就开始如何了 慢慢的大家就开始这么来称为 他的 come to do 就慢慢的就开始怎么样了 come to do 逐渐的慢慢的就开始 某事就发生了 这个在后面也会碰到 慢慢的大家开始 作为 直归那个裤头这个称谓 来称呼他 这是我们在第四课里面 一个知识点的复习 know asb 叫做把a称为是b 这个know跟s搭配 不能反正认识了 得反正称呼 在本文中只不过更复杂 它变了被动 把这被动搭配 顺便咱们记住就好了 叫做a be known to be as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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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a被b称为什么 咱们中国人不喜欢用被动 那干脆用主动翻译 b把a称为是什么 就好了 这个be known注意 不要翻译着被知道 本文中呢 是不是翻译成 慢慢的意大利人 都开始把它叫做 Germanicuto 用这个称为来称呼他就好了 咱们再多看几个课门 你看是不是用同一个搭配 比如说咱们看第146页 第8行最后到第9行 31课 146页的第8行最后到第9行 31课里面 可爱的怪人 he was known to us all as Dickey and his eccentricity had become legendary long before he died 这还是用被动 我们中文翻译主动 b把a称为是什么 对吧 我们大家 我们所有人都把它称为叫Dickey 叫狄基来称为他 并且他的这个怪癖 eccentricity 就古怪的行为了 在他死以前很久 早就变得很出名了 legendary 在这不是传奇的 就是famous 就是多一词 早就出名了 你看 我们打把它称为叫做Dickey 在英语中被动 中文中可以用主动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 我们他和我们大家哪个重要 当然他是主角嘛 用被动 是不是进一步可以突出这个动作成熟者吧 否则里面 这个we all 放到这个主语的话 这个重心就便宜了 据手是关键位置 造句子 体会一下 中国人把李白称为叫诗仙 叫poet immortal 不朽的诗人 跟神一样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叫诗仙 poet immortal immortal这个词 到了17课 这个最长的吊桥 那个时候就碰到了 我们先读一下 immortal immortal 就是上帝一样 不朽的 永生的流芳百世 那我问大家 中国人和李白 在这句话中哪个重要 那显然是李白重要吗 这是主角吗 咱们说着看看怎么说 李白 这常识用一般现在诗 is known to the Chinese as poet immortal 这个称为就好了 但发现中文呢 是中国人把李白称为叫 be known to 我们叫s 就好了 对吧 咱们复杂一点 再看一个更复杂一点的例子 咱们说一个美国人 篮球运动员 艾尔文约翰逊 迅速出名了 并且美国人呢 开始把他称为叫 魔术师约翰逊 迅速出名了 就用本文中 我们刚刚讲过的 这个结构 son make a name for himself 用这个结构 咱们备备 美国人开始呢 就come to do 慢慢慢慢就开始怎么样了 把他称为叫 魔术师约翰逊 他应该是 be known to the Americans as 魔术师约翰逊 叫Magic Johnson 台湾翻译成 魔术强森就好了 对吧 那么我们看看 篮球运动员 艾尔文约翰逊 Basketball player 运动员 艾尔文 Johnson Soon被一遍 made a name 一般会是 for himself and慢慢的开始 came to be known 我们接词呢 to the Americans as Magic Johnson 好了 这句话 咱们心里又特别自信和踏实 又是呢 我们见过之后再写 肯定没问题了 我们现在积累的少 我们把第三册 六十篇文章 以后我们把第四册 四十八篇文章 学完之后 我们发现 英语可以说 未必达到英语 专业八级 这么高的水平 但至少 我们生活中 常见英语 像四六级 托福亚斯 这种轻松的考试 可以一马拼穿 可以说 你看 Basketball player Aaron Johnson Soon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and came to be known to the Italians as Magic Johnson 就好了 好 句子 咱们多会员会员 这个句子 好 他是怎么出的名呢 读者很好奇 说这个人 一个歹徒怎么出名呢 我们说了 Whenever the Italian city-state were at war with each other Hawkwins used to hire his soldier to princes who were willing to pay the high price he demanded 这句话 咱们做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逗号前面的黄颜色的协体字 明显是 Whenever引导一个 让步壮益从具 Whenever 发现无论何时 无论何时 只要这个意大利的城邦之间 彼此之间在交战 在交战处于战争状态 City-state 表示小的城邦 就一个城堡 加上周围的田地 就构成一个小国家 一般是小国附属国了 那么无论何时 只要这些城邦之间 彼此在打仗 在打仗就be at war 我也咱们会讲一会儿 然后这个白颜色的依然是巨子主干结构 主干是Hogwin used to hire his soldier to princes 那么霍霍伍德就在过去 在当时常常怎么样 把他的士兵就租给了这些诸货王 注意hire 后面加了借词 to 是出租了吧 他不是管这些诸货王来租用兵 而是出租给这些诸货王 就等于他的兵是雇佣兵了 Princess这个词呢 本来可以表示这个王子的意思 但在这儿呢 就是小的诸货王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统治的地方叫city state 是城邦 那么它呢 一般是附属国 城邦的一般的大的王国 咱们叫kingdom 叫王国 就k-i-n-g-b-o-m 王国的国王咱们叫king 但城邦的这个国王 一般是国王 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到那里 当小城邦的附属国的国王 所以呢 王子跟小诸货王用同一个词 这是可以理解的 哪些诸货王呢 后面在这儿定义层句 who were willing to pay the high price he demanded 就是愿意支付 他所要的高王价格的这个诸货王 但是他的兵呢 你借过来还有好处 为什么 他雇佣兵武力强大 身经百战 确实战斗力强 然后后面定义层句里面 还牵套了一个划横线的 就是一个he demanded 牵套在内部的定义层句 相当于which he demanded 或者that he demanded 来修饰前面这个先行词price 这个high price 他所要的高王价格 定义层句中 牵套了一个省略了which或者是net 画横线的定义层句就好了 好 这是这句话的语法成功的分析 那么再回到这个从句里面 他说 无论何时 因为never 咱们讲过多次不重复了 意大利的城邦之间 彼此在眨仗的时候 那么与某国在交战 只有固定搭配 叫be at war with be at war with 表示与某国处于战争状态 正在打仗 这个结构 是我们war战争这个词构成的 几个常见搭配之一 在打仗 注意war前面是不能加贯词的 非常简单的 咱们说中国跟日本打了八年的仗 延续了八年 咱们完成时 这是过去 所以过去完成时就好了 China had been at war with Japan for eight years 中国当年与日本 曾经八年处于战争状态 be at war with 与某国正在打仗 处于战争状态 可以这么说 但是以前我们还说过 war的几个构成的固定搭配 大家可能还记得 比如有一个向某国宣战 还记得吗 咱们在以前讲那个declare 11赫 生死表讲declare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记得 declare war on declare war on 向某国宣战 declare是宣布 这个war前面一样不能加贯词 再加记得字on 向某国宣战 你看这个做派生意 也用的特别多 你看这句话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clared war on official corruption 这句话还记得吗 中国政府怎么样呢 向官员腐败现象宣战 这并不是真正的一场战斗了 但是跟战斗也类似 对吧 就是打那些大老虎 declare war on 就像什么什么宣战 可以用这个注意借词加on 那war全面没有官司就好了 那么我们再类似看一看 另外一个搭配 就是向某国发动战争 这是宣战 如果发动战争 也有常见搭配 叫wage war on 这个wage是发动 发动个战争 一个什么运动 可以用它 我们来读一下 wage war on 向什么什么发动了一次战争 可以这么说 你看The US美国 wage war on Iraq 向伊拉克发动战争 可以这么说 这个也经常做比喻 因为生活中打仗 毕竟是少数 经常做比喻 你不先看54克 就用到wage war on 我们看244页的第一行后面到第二行 244页的第一行后面到第二行 we continually wage war on them for they contaminate our food carry diseases or devour our crops 这个wage war on 这个wage war on 表示那些insects 虫子 昆虫 我们呢 总是老是向昆虫们 虫子们发动战争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讨厌 他们弄脏了我们的食物 他们携带病菌 让我们得病 并且还贪婪的吞吃着我们的庄稼 所以我们对昆虫发动战争 什么杀蝗虫啊 什么灭跳蚤啊 wage war on 可以这么说 顺便在未来会讲到这个玷污 把什么什么弄脏的书面也出现 我们大声也读一下 contaminate contaminate 就是把什么什么弄脏的意思 弄脏我们的食物 好了 这是war的三个搭配 怎么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与某国处于战争状态 be at war with 第二个宣战 declare war on 第三个发动战争 wage war on 记住就好了 本文中说 无论何时 这些城邦之间彼此之间在开战的时候 怎么样呢 what would you used to do 还是过去尝尝了 在当初常常把他的士兵租给那些出货王 就愿意掏他所要的高昂价格的出货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hire 得发现出租 把兵出租给他们 因为后面借次加2 但如果用出货王做主意 就得用from了 他从霍虎的那里雇用了兵 你们先看 我们书后题69页的第六题 快些啊 看书后题69页的第六题 purchase used to hire 应该选哪个 直接把c和d都排除了 都不可能 在这里诸货王做主意 后面可能跟from了 在这里选a还是选b呢 应该选b从他那里租士兵 你前面这个货古的前面没出现 你说这个his 他的士兵 他的从会儿弹起 所以因为前面没有出现货古 对吧 所以选b就好了 从他那里租来士兵 注意这个时候就是雇用 而不是出租 为什么 我们借此决定了他的含义